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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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跟我们的部长 跟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我来以一个使用者的心情来讲教育 什么意思说 部长是制造人才给我的 那我是把人才变成财富的财 所以我们企业教一直希望说我有更多人才 才能够跟世界竞争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改变了 从Web 2.0开始 人力的改变了 我记得今天我看《经济日报》的一个报导 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人 第一个是Apple的两个 一个Cooks跟他那个Ide 第一个是Google的两位Founder 第三个是Amazon的Foundgeo 原来全世界的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的人 不再是美国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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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网络的 媒体的 CEO 就是说 我非常非常紧张 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人 他们所做的影响力 是我们台湾达不到的 所以说整个人的学习习惯是变了 影响力也变了 价值也变了 那我们的经济要怎么变呢 所以说前上个礼拜 管理大师Gary Hammett来 他说现在经济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 到创新经济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呢 有没有机会就看教育了 看教育 人才我才有这样子的企业的发展 我想说今天班门东府 在部队面前我们谈教育 应该是要怎么样 所以教育是不是 这个云音时代的一个巨变 教育是不是要用2.0的变呢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一定要变 所以今天的行动要改变明天的社会 这个明天就是下礼拜 这么破测了 那我们一起来找未来的钥匙 其实我们现在讲说 巨变的时代来临了 创新教育一定要做 那我们要转练 转型都在眼前 那巨变的时代 这个是什么样的时代变呢 我们看BBC一段影片 他说这个巨变已经20年了 MING PAO It's been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since we last witnessed anything of the same scale and speed as the upheaval now being ushered in by the web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powered by what was then a radical new technology Steam And now the web heralds the next great revolution Why? Well because it does for information what Steam once did for physical force It supercharges it The web allows anyone to publish and to distribute words, images, videos and software Globally, instantly and virtually for free A quarter of the planet now uses the web on any given day in the British Isles over 35 million of us will log on For the first time on television using a unique data sample of 8 million of those people we can track exactly how we are in the grip of the web The web is where we spend our money Around a billion pounds a week Britain's most active e-shoppers in Swansea With Kirkwall and the Orkneys in second place It's where we fall in love With 5 million of us using a dating website every month Manchester and central London have proportionally The most online lonely hearts It's where we get our sexual kicks Surveys have suggested up to 40% of British men view web porn The highest density of visits to adult sites is in Harrogate With Bromley close behind And the web is where we express opinion 18 million of us read blogs Dumfries the least West London the most The web is a revolution E Bürgert The expressiyan It's becauseAQ Joy 在英国人发明 EQ CNIE iere 他們是2020年的40%的人口 這是一個決定性的人口的數字 他們是數位的原住民 他們根本極懂得網絡、網絡、社交網絡 其他人他們不管 我想他們也不會買報紙 也不看電視的 所以他們叫 Generation C 他們學習從Google 他們操談從Facebook 他們談事情在Twitter 他們把東西在Amazon 所以Amazon也成為世界第三大的影響的人 但是Amazon影響我們他們不大 因為我們在網路是世界的外面 OK 來 我們看下面一個 你看我們一個11歲的小孩子 他做這個事情 我的名字是Thomas Suarez 我一直以為機器和技術的興趣 我做了幾個網絡 我做了幾個網絡 iPhone、iPodTouch、iPad 我第一次是一個網絡的網絡 我第一次是一個網絡的網絡 叫EarthFortune 是很困難,因為有很多孩子知道哪裏去找到製作的程序 這些日子,學生常常知道一點比教學們更多 技術上的技術 所以... 抱歉 他很可能是下一個 Bill Gates 很可能是下面一個 Mark Zanebert 那我們的中學生要跟他競爭呢 可能嗎? 所以我們要中學教育要急起急追了 我們要跟他競爭呢 我們以前跟美國的大中生競爭沒有關係 我們後面有一群很勤快的工人 現在不是現在的創意經濟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 不是一群人對一群人的 你勤快也沒用 他都是做到,我們做不到 好,下面一個 所以看,這樣小姐是這樣的講法 我們是未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的想法 我們做教育的應該要聽他們要什麼東西 他們以後要跟誰競爭 他們以後要跟誰競爭 他們以後就跟他們競爭 那怎麼做 我們再看一下 他們這群九年後的小孩子 他們一開始就用iPad 他是一個這麼年輕的 最大的IPO的價值 他們現在只得一半 他三十幾歲都可以搞革命 一個Twitter就讓他去把那個 那個埃及的茉莉花革命搞起來 他們是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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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靠社會的 來產生整個群體的 他們學習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不是在教室的 這樣子我們怎麼教育 好 下面 我想說教育一定要創新 為什麼要什麼 因為學生的 behavior 變了 他們以後競爭的 根本是不同的一個戰場 所以說 不是說我們要訓練陸軍 我要訓練空軍才行 因為以後是空軍的戰爭 所以要怎麼變呢 你看 全世界都要談 fixed education 我在英國也有人談 英國怎麼談 他們英國怎麼做 他們英國怎麼做 他們把他們的系統 為何我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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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法 是怎樣 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們的 他們的 是他們的 是他們的 他們的 我你知道 他們的學生 很好的 學生 或是在不同 的時間 或是在小的 或是在小的 或是他們 他們在學習的 所以现在目前的教育是一个工业实在的思维 是大量生产 大量的制造 一起去做测验 这样是产出不了人才的 产出不了天才的 我们看看下面 他讲说读书都好的 不等于他是聪明的 聪明的不等于他要创新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驚喜 我们看看他们讲 我们的教育系统系统是基于学生的能力 整个系统系统在世界中 并没有教育系统系统 整個系統的系統拳 整個系統的系統 整個系統的系統有的系統 就是一個途復活動的系統 由於學會開放的原理 而成為了很多人的力量、大學, 成長人們的系統 都認為他們不是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在學校 不是借過或是否其實被處理 但現在的孩子們 他們現在偏向玩樂部 要玩玩遊戲 因為他們需要的職業 而他們需要一個學位 而他們需要一個學位 這是一個系統的核心 这个非常惊讽,如果我们还找老方法去教的话,是大错,这错了,我们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快快,看下面一个,所以比如他也是很关心美国的教育,这个美国这么多人才他还在担心,为什么,他就是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干的话,美国已经落后,他在讲什么? 他们会常常提到你作为例子,他们会说,你看, Bill Gates dropped out of college, spent hours and hours in computer labs just dreaming up stuff,这并不是不合选择过程的课,什么你说到这些? Well, certainly if my example is meaningful, it's just one data point, my success as an engineer is because I was good at math and I had good math teachers and yes, I memorized the tables and how things worked and gaining those facts helped me think about the patterns in those facts and looking at those patterns helped me think about what computers could do in a very rich way.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teacher? As I've watched the videos of the great teachers, they are constantly looking out and seeing if the kids are starting to fidget, they're bringing up the energy level, they're calling on this kid, they're using examples, it's, you know, a fascinating thing. What we're doing is taking what the great teachers are doing and spreading that to the other teacher. It's simply having a system that spreads the best ways the teaching gets done. It's a good teacher with banging your head. It's a good teacher. It's a good teacher. So, you know, it's probably not true. I just say this is a good teacher. I'm not sure how to change that thing. I was really worried about it. I'm not sure how to change that we have a job. We didn't care about it. Go ahead. So, how to change learning? It's like, the fields are easy. So, how to change learning? 它具有在加速的發展 所以想像 回來一個 跑掉了 回來一個 再回來一個 下面一個 下面 下面 地球是平的 在加速發展 下面一個 創造力使國家 取代了國家的GDP 創造力是最重要的 下面一個 教育 教出創意不如激發創意 教育創意 教育創意 啟發創意 下面一個 我們教育現在怎麼改了 我們看看人家怎麼做 白宮有一個國家數字成功中心 這個叫Promising 它說它要組織企業 基金會 在國會 學校 國會 教育部研究 如何 轉變 教育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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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學生 學 tim 手 學生 學fil 你看看 下面一個 好,我們放他的影片來看 他認為說 學生學習的過程應該用電腦的軟體一步一步教就好了 電腦軟體上跑出 他anytime, anywhere, any experience 他也快也可以,慢也可以 這樣來一步一步隨他的意思來學習 這樣也是最好的 然後他去教室上課的時候 他真的想不出的問題,解不出問題 老師來解答 老師是解惑的 教授這個process是用電腦教 這是最有利的叫Flip Class 他們這個非常 美國現在開始流行 像很多國家開始流行 下面一個 在英國 他很強調數學的教育 他有一個co-club 要選擇 要選給其他肯定的候師 你去看看他怎麼講 我的名字是Joanna Shields 我认为你能做的 Facebook的VP 我认为主席公司的Beebo Justin Bieber? 嗯,其实是一个公司的Beebo 嗯 Next 我认为CodeClub是一种 after-school的活动 要教养孩子的概念 YouTube is from Murray What do you think you bring to the table? Well, I'm Chad Hurley I created YouTube Oh, I know, did you do that one where the baby bites the other baby's finger? No, I don't make videos Next Tessa Jowle Actually, it's Dane Tessa Jowle Next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Brent and Martha We started lastminute.com Next Sit down What's your name? Tim Berners-Lee What do you think you bring to the table? I've got What do you think you bring to the table? Founder What do you think you bring to the table? Tessa Jowle Any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Hold up Next Um, we were hoping for Prince Harry to be honest with you, Mr. Winther So why would you like to work for Code Club? I think it's a very useful skill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like yourselves and young people And I think it opens up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And I suppose I know some influential people Like who? My mother I think that was very useful You're hire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that's too smart I think it's true I think this is the real movie Okay, he's been done So why would you think these kids are just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e colors are not allowed to be self-divided? So why would you think these kids are not allowed to be self-divided? Is there just a male I think that the kids are allowed to be self-divided? So they didn't hear them I think that they're offered the table I think that these kids are allowed to be self-divided? So we think cool 我想说学习已经变了 我想这个跳过了好了 这个大学改变我们跳过好了 因为没有时间讲 跳过 还在最后面好了 所以这个本来讲大学的这个创新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可惜 再下面一个 再下面 再下面 就skip掉了 这个部长都看过了 没关系 再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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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所以我们要转型 转练 所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现在21世界最重要的 不是说他要一个人要学习 要learn and learn and relearn 这个才是重要的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创新的 在下面 所以为什么 Steve Jobs 这么成功了 有三句话 我非常非常感动 虽然我跟他做他的合作要几十年了 不是十几年了 他是成功把那个 humanity 放在 science 里面去 他把 creativity 放在技术里面去 他把 art 放在 engineering 里面去 所以我们都在 我们学生都在 oh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不是 最难的是 humanity 最难的是 creativity 最难的是 art 为什么我们要文化 为什么我们要学艺术 为什么我们要学艺术 为什么我们要学人道 humanity 就是因为他 make things different 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意 经济的结果 所以他 Apple 赚很多钱 我们带工 赚一点点钱 我们有钱赚还什么怨言呢 对不对 没有不公平的道理啊 我们做不到啊 对吧 我们只好洗衣服扫地嘛 就是我也是这样做的工作了 我们两个赚钱 都是不同 但是在下面的经济是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孩子们 真的是面对很大很大的竞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好好想试一下 我们是要 这个教育的创新是为什么 是为了要创意经济 创新经济 他们是不是需要 当然需要 因为工业型经济 已经会被外面的大陆 全部抢过去了 我们这边没有工人 我们没有土地 我们没有资源 没有 raw material 我们只有人 台湾只有人 地下我们没有石油 山上没有黄金 天上没有云端 我们只有人 我们人如果不能创新 我们如何做创新的经济呢 这个是 我想像那个 创新经济是很多很多机会的 我想今天时间不够 其实不是一个小国家 都不能创新 欧洲非常多的小国家 创新经济做得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路 今天我想说 刚好在联合报这个大会 我们讲创新科技嘛 为什么 是为了实际要做创新的经济 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有心出发的爱 可以转动这个世界 是实际 谁 给了这个魔物 блин 准备